俄羅斯和中國是獨裁國家 可是美國和英國一定是民主國家 Yes and No No的部分我們來看一個人物 是維基解密的創辦人阿桑奇 他長期被政治迫害 而3月中的時候 英國的法院將決定 他是否可以被引渡到美國去 現在全歐洲都聲援他 包括英國的衛報 法國的世界報 民眾的部分 巴黎 義大利的羅馬街頭 西班牙的巴塞洛納 德國的柏林 都在英美大使館前排成一條人列 要求他們尊重人權 因為所謂的維基解密 被認為洩漏國家機密 但裡頭的內容 都是美國在阿富汗戰爭 尤其是伊拉克戰爭裡頭的罪行 也就是他們如何在監獄裡頭 或是未經審判裡頭 虐待囚犯的相關戰爭罪行 這根本不是國家安全 而是國家濫權 然後被維基解密解法 他是良心犯 是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英國眼中的刑事犯罪者 他是維基解密的創辦人 揭露美國中情局在全球滲透的高級憲民 及竊聽例如梅克爾等盟國領袖的不堪秘密 他叫阿桑奇 從年輕到衰老 美國歷任政府想盡一切手段 逮捕他 无国界记者协会说 这是一场攸关生死的听证会 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伦敦皇家高等法院 看英国司法能否在最后阶段挡下阿桑奇的引渡 借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正义 这是阿桑奇最后一次引渡听证会 为期两天的辩论将决定他是否可以上诉 一旦失败就会启动引渡程序 最快将在28天之内被引渡去美国 面对18项间谍罪指控 因为他2010年公布了数十万份 与美军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期间 军事行为有关的机密文件 每项罪名都可能被判处约十年徒刑 如果所有罪名都成立 他将面临175年徒刑 惊恐终身监禁 美国人决定要杀了我丈夫 他被决定被决定 这案件是美国人决定 现在被决定被决定决定 半岛专栏作家贝伦·费南德斯说 阿桑奇用生命所发动的战争 是他以无比的勇气对抗 美国这个以军事屠杀为制度化消遣的国家 在攸关战争的血腥细节曝光后 对全球思想自由发动的全面打击 因为根据美国说法 阿桑奇的危机解密 危及了伊拉克 阿富汗及其他地方平民百姓的生命 但事实是 不危及生命的做法 本该从开始就不要发动战争 但正因为有了危机解密 让整个美国从古巴关达纳摩的近海流放地 前中情局酷刑及长期司法黑洞全数曝光 于是美国想方设法要阿桑奇闭嘴 建议掩盖美国政策的恐怖性 甚至发动一场超过十年的长期运动 试图让阿桑奇应该永远入狱的观点正常化 包括英国卫报及法国世界报 都以社论呼吁英国法官展现人性 竞速结束对阿桑奇的政治迫害 尽管他们坦言 这个世界对危机解密始终评价两极 对阿桑奇引渡案的不同意见 也在于揭秘就算是报道真相 捍卫新闻自由 但窃取国家机密 是否也已超越新闻伦理的范畴 英国卫报毫不客气地说 即便是国家安全 甚至是全球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 也不能在任何情况下 永远凌驾于出版的公共利益和知情权之上 阿桑奇若遭成功引渡赴美 将使机密资讯的调查报告 受到近乎致命的打击 这一点早在欧巴马执政时期便已深刻体会 所以在泄密事件发生的2010年 总统欧巴马并未对他加以起诉 是直到8年后 川普执政 其后的拜登政府甚至加码认定 阿桑奇协助入侵五爪大厦伺服器 是美国情报来源面临风险 但连同厄瓜多驻伦敦大使馆的7年 外交2019年起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 贝尔玛什监狱 外界普遍认为 长达13年的监禁 已足够惩罚阿桑奇的失当行为 正如他在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家面前 所写的公开信 将自己描述为政治犯 代表尴尬的外国主权 由陛下随意关押 他相信外界一定会用放大镜检验 英国社会如何对待他这位囚犯 那我们也希望写出外地的辅助力 外界的惠质性 在世界中 所以在澳洲 因为奥西亚 没有在美国 以外的架图名为Wikileaks 也有民眾釋放和平歌 強調新聞工作不是犯罪 西班牙巴塞隆納上演了行動劇 德國柏林則有民眾到英美大使館前 排成一條人鏈 呼籲兩國尊重人權 儘管美國司法部掛保證 絕不會讓阿桑奇遭受身心健康的嚴厲對待 但律師團隊已做好敗訴準備 一旦英國司法確定 要將阿桑奇引渡去美國 他們會到歐洲人權法院申請干預 引用第39條不許航班升空 這場法律大戰最後入死誰手 跨越大西洋及良心的距離有多長 就在兩位英國高等法院法官的一念之間